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普陀金刚可以咬不正之神 不只可以挡煞可以挡斩 还可以咬不正之神 可以讲它本身就是姚慈金母本身的法神 所以有姚慈金母这一张 这张姚慈金母坐在这个普陀金刚上面 这一张如果能够安债 任何家里的坛城 所有的灾难都会击死 所以斧头金刚是姚慈金母变的 所以跟姚慈金母的法力一样 它能够抵挡所有的灾难 抵挡所有的灾难 这个就是斧头金刚的灾难 斧头金刚像台湾今年不是流行情流感 从南部一直上来一直到桃源 一直到差不多前省都沦陷 其实只要这个虎陀金刚正在那里 正在那个养牧场的话 那个瘟疫神都会跑 瘟疫神都会跑掉 它有这么大的功德 所以那是非常不一样的 跟一般的这个物业 物业只是在庙里的守住神 那么补夺金刚可以有不正之神 所有的瘟神 补瘟神他都可以养 所以那个不只有正宅的作用 还可以正工厂 可以正工厂 还可以正牧场 那么养职业都可以正 那么还可以保护国家 还可以保护国家的 所以虎陀金刚的威力 是不同方向的 摇磁金母的这虎陀金刚啊 它可以咬啊 这个虎陀金刚啊 可以咬不正之神 可以不只可以党杀 可以党斩 还可以咬不正之神 可以讲 它本身就是摇磁金母 本身的法身 所以有摇磁金母 这一张啊 这一张摇磁金母 坐在这个虎陀金刚上面 这一张如果能够安债 任何家里的坛城啊 所有的灾难都会击死 所以虎陀金刚是摇磁金母变的 所以跟摇磁金母的法力一样 它能够抵挡所有的灾难 抵挡所有的灾难 这个就是虎陀金刚的很有力量 虎陀金刚啊 像台湾今年不是流行情流感 从南部一直上来 一直到桃园 一直到差不多前省都沦陷 其实只要这个虎陀金刚正在那里 正在那个养牧场的话 那个瘟疫神都会跑 瘟疫神都会跑掉 他有真的大的功德 所以那是非常不一样的 跟一般的这个 虎陀神 虎陀神是在庙陀的守住神 虎陀金刚可以有 不正之神 所有的瘟神 五瘟神 他都可以养 所以 那个 不只有正宅的作用 还可以振工厂 可以振工厂 还可以振木厂 养职业都可以振 那么还可以保护国家 还可以保护国家的 所以虎陀金刚的威力 我不会担心 你 应该看 那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